好 大家好 收听没问题 阳光普照 没跑得步 不过游得水 没游得住 小事而已 下个星期 我也不能游 我应该有通行症 通行症呢 几惨的事情 继续防疫 弄死了个阿伯 59岁 继续高 本来是说很多题目 无线的那些IT问题 大家留意一下一会儿三秒半在Jason那边 我们就说IT和安心出行装了人面辨识系统 这些东西都有的 早就说有的 我记得阿资晨说过 那间开发的公司在中大 我们以前说过的 有个教授他喜欢搞人面面色的那些东西 终于露出来了 我也说了 所以我没有装过的 我还是没有装的 洛杉瑞不用装 伯有私隐 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是用水机的 现在明白为什么 你开工了好吗 大家好 今天就是4号了 星期三 今天都颇热闹 下午3点3点半就会在Jason那边做这个节目 今晚如无以外11点跟阿珍姐又做节目 哎 没所谓 就是了 新闻多 话题集了些 香港真的不协谓新闻 是 时时都有个感觉 没有新闻 不知道说什么 结果开麦好 跟人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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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香港是很多话题 但是话题多话题多 结果就是时时有些不开心的情况出现 包括前面有张照片 超红兴 张超红兴 这个是认识的 钟建华是不认识的 张超红是认识的 那就去国了 他平安离境 我都公道点说 我不让你离境 这个港共政权很想把麻烦的人都赶走 我相信是的 钟建华走了 超红都平安 我还蛮开心的 超红走 因为他是一来认识他 二来他的责任是重的 人生的责任是重的 因为他有个女儿 就是要他终身照顾 这个喂 他都老了 看他的样子 其实他是比我年轻的 但是他的样子整个阿伯 比我老很多 那我就不同了 仰尊处丘 穷万穷 穷得风流快活 是不是 瀟灑 穷得瀟灑 所以人的福气有时不是用钱计 不是用名利计 超红是名利 不是没有说他来 但是他明有 他看他也是社会精英 奥五出世 但是一世都香港了 曾经他拿了美籍了应该是吧 就留学了 读好书 所以我奇怪80年代 90年代都没有见过他的蹤影 但是当年搞赌董 民主赌董力量 03年 由七一之后 我见民主派都不做事 所以很多热心的人一起搞民主赌董力量 我们发动群杖 结果没有人那么成功了 不是主流就不是主流 但是呢 超红兄是来参加的 就是有来帮忙的 就是很热闹的一个 那之后他 当然他这些精英一点 近了公民党 选了社会界的立法会议员 后来让了给其他人选 还是怎么样 他出席选 选不了 但是2012年再回来 16年都顺利当选 连任 那这个人他 就是不是社会界 其实他最适合都还是社会界议员做 但是他是相当关心这个基层的 就是我这个私下都很多人认识他 个人的观察 是不是 甚至乎你知道 其实立法会议员 个个都想找一下你的 但是很多的地区 包括我这边的地区 有些小事 我记得有什么时候 就是1516那样的蔡元村 不是蔡元村那个石湖新村 收地 那些权益的问题 那些权益的问题 那这样的事情他都肯来的 肯来的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 就是对于这些事情 只要他时间许我 他尽量 其他基层的 就是欠权益的活动 他都是支持 没有很难得的 那些人 那当然了 见他就不算 没什么心交 见到面识 可以打招呼那些 但是这些人 我觉得香港是补 很明显的 就是很明显的 就算是你建制的人 都会尊敬他 不是个个尊敬他 有些人 就是你建制 私下都会尊敬他 这个很现实 很踏实去围香港 但是他欠民主 那么就贴了民主派 这个不是罪 我也想贴的 不过嫌我所定 我又麻烦人多 那是对的 所以没有找错的人 民主派很多废人的 很多骂骂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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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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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監察到人是否实在做这些为民主争的事 在老共的合场是没得说的 当然是一探索 希望全都走在香港大派人 你说错了也不是的 江山外代有人出 总有人接的 社会界还有人接的 相信也不罚有心的 所以超红轻安心 到加拿大也好 尤其是你还需要照顾家人 这个是我们没所谓的 没狐狸老 找一间老人院躲起来就算够了 不知道能不能见见朋友 说不定我还可以在香港发挥一些作用 现在也是 我觉得香港对我来说越来越可爱 尤其是废人走清的时候 超红轻安心绝对不是废 可惜的 可惜的 但是你说他留在香港 他无不介意也好 他的家人可能都是麻烦的 是不是 他未必能够照顾得到 加拿大肯定的福利 舍福 照顾老弱的人 弱的人 他变得安心一些 临老人也要考虑这些事 我知道会考虑 一定要考虑 所以就不用每次都讲到那么时代重担的 什么重担都不是他那里福利好退休 过那边行不行呢 你也有权退休的 你也不用了 所以不是一件什么事 当然临走他还是激昂一番 跟钟教授一样 但是江山代有财人出 郭领峰数三几年而已 有机会扶持一下后期的鼓励一下他就可以了 他暂时他放下了 你看我这么牙刺渣 我经常想想我什么时候放下了 八十还是七十呢 七十都快了 八十是久了 不知多久了 可能到时候我又不舍得 到时候看情况了 是不是 还有人听的 讲话还有一些水准的 自问 还有一些衰人被我吵的 欺世道明他要吵 民主派都废齿他要吵 共产党也要吵 港共也要吵 阿超上位这么重要的时刻 阿超上位 我一会儿又要吵架他 哎呀 我这些有责任 不能这样 我就不走 但是阿超很高兴 其实阿超红兴可以安全离去 他的事原来就很少 坐了三个礼拜 但是当然这件事很不公平 吵架月权的李慧玲 他是不是留后不走的 应该都迟了 DQ那次之后那次 第一次自己不走 Anyway 他都叫做任劳任怨 鞠躬尽水 撑到最后 有很多人不喜欢他 说他坐教 包括2014年那时候在立法院门外 阻止别人去遇见他 政见不一样 这个绝对是政见不一样 你知道香港有些不是政见不一样 政见大家都不喜欢政权反共 不过派系不一样 或者批准过他就没有了 没有了公导的说的 这个是共产党 因为最方便就是共产党 我是可惜的 不可惜那些人回不了香港 那些人回不了香港 超鸿卿回到香港 当然很开心 徒弟相见 但是我估计他这个年纪终于买一样 就是再回来我们有一个好的政治 即是有一个奇迹的 年轻的那些不同 十年 二十年 另一番人间世代的事情 这几年就算共产党掉了习近平下台 我也很清楚预计 他对香港不是百分之百人治 但是人治之上还有整个共产党 对香港的基本的认知和策略 那是不同了 我觉得他们是尽量要民主派全部离开 所以我们接着再会看到很多 坐完出来 无所事事 这个走 这个走 没有很多人走 以我了解的那些大多数都是小资 纵然好像我要撑那样 那就很快就走了 就是跟已经走了那些 一早走了那些 其实基本上他就有分别 那个心态分别不是很大 当然也有些是香港情怀救了我 大家想定了 决定了 香港可能是很差 可能说话都不行 可能是楼价大跌 经济大跌 但是威就没得威 钱就没得换 不过如果还是想着 没所谓 我留在这儿见证时代 和我承传着香港的精神 那还有些人 肯定有 而且多数 大多数 所以大家又不用气馁 也不用戚戚而言 走了 又熟了那些人又走了 你看看周边 走是走的 感觉很恐怖 但是你是不是走的人多还是留的人多 始终是留的人多 始终是留的人多 几十万 十分之一很多 十分之二也不怕 还有十分之二 八十 不留不走 不走又不走的情怀 所以也不要看着自己 这些生肚不移的情怀 但是也不用紧张 有人要离去 尤其是他也努力了这么久 帮香港社会 他有贡献的 社福界必然有他的足跡 留下了 还有很多是非 有些人就说他 他和梁耀忠 阻止雨傘运动 现在看着很多事情 也有些契狄 走到加拿大 丐炭 没走好就走了 你这帮民主派不要这么激 你这帮荣武派 搞坏了我们的民主大蛋糕 搞到现在 个个都没有蛋糕吃 在意强 俊王儀 这些在我来说 其实是限数 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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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acebook 和那些熟的人 旧的网友 限数了回来 本视频是要 讲宏观的东西 而且是向前 向前看 有些不是的 有些网台你知道 生存在小圈之是非里面 以前很棒 因为小的嘛 以前看网的人小 这个一定会变 那时代会变 自然淘汰了 或者永远都是那堆人 有各式其式 好 第一件事说完了 超红的